养生总作员健康事本前 大家好 我是沈珍 养生总作员要感谢沈阳 燕都哮喘病院的特别支持 多项研究表明 无论哪个国家的人 白米饭吃得越多 糖尿病的风险就会越大 这还让人愉快地吃大米饭吗 咱们赶紧请专家说说 这大米饭呢 咱还能不能和它快乐作伴呢 现如今咱们日常的主食 用金白细软这四个字来形容 是再形象不过了 看个家里每天吃的大米白面 那加工的是又细又白 做成的饭呢也是非常的细腻 甭提啊多招人喜欢了 可另一方面呢 让人们避恐不及的 就是代谢性的疾病糖尿病了 那发病率啊是称称的往上涨 看起来风把牛不相及的两个事物 网络上有一者传言 却将二者联系了起来 网络传闻称有项研究显示 中国人和日本人每天吃三份以上的白米饭 其中吃白米饭最多的人和最少的人相比 糖尿病发生危险增加55% 而美国人每周只吃一至两份的白米饭 糖尿病发生风险只增加12% 吃白米饭最不贵的 拜托老若费的 这家园的原因 soul酷尿病其实都赚了